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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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提供视频 在了雅加达亚运会的比赛 他在小组赛中发威出色 帮助球队全胜禁忌 但在与沙特的八分之一决赛中 张玉宁首发出场 并且在一次厅场中脚腕受伤 被替换下场 中国U23男组也就此被淘汰 又回国后 张玉宁进一步检查了上市 据张玉宁的经纪公司消息 他的伤情恢复良好 预计将需要4到6周的时间 就能投入球队的训练中 根据赛程 他至少有错过5场联赛 目前海牙队已经进行了三轮联赛 取得一胜二负 同时该队签下了一位捷克前锋内希德